各位好,我是联合大学能源工程学系的薛康林 在这个单元开始跟各位介绍电化学的反应动力 在这边第一个单元跟各位介绍的就是BV Equation 就是Batevorma Equation 那这个Batevorma就是Batevorma Equation 它基本上是描述一个假设一个最基本的电化学反应 它是一个可逆的电化学反应的状况下 那描述它电极电位的变化怎么样改变它的反应速率 也就是电流的变化 就是从这个基本的电化学反应的机制 我们来导出一个电流跟电位之间的关系 那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电化学方程式 很多其他电化学方程式都等于是从这边基本上导出来的 我们先看一下那个电流跟电化学反应的这个数率之间的关系 其实这个呢就要从法拉第定律来看 这边我们考虑一个假想的一个电化学反应 就说这边是氧化物 它获得电子以后被还原变成还原物 这个就好像是一个铜离子被还原变成芽铜离子 或是铁离子被还原变成芽铁离子 这个呢它也许是一个可逆反应 这芽铁也许会被氧化四处电子变成铁离子 这个芽铜呢也许被氧化变成铜离子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可逆的反应 我们从假设用这个可逆反应来看 单一个电子的转移 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假设说这个往这个方向的是Full Reaction 一个是Backward Reaction 就是往反应呢这个还原方向是Full Reaction 然后呢这个氧化另外一个方向呢是Backward Reaction 那这样子来看当一个近反应的话 就是这正向反应跟逆向反应 它的近反应值才是我们真正的反应速率 所以在这边呢这个一个电话学反应呢 它的反应速率呢我们可以写成说 假设它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电话学反应 那等于是跟这个反应正向反应的话 就是跟它氧化物的浓度乘正比 然后乘上它的反应常数 那减去呢它是逆反应 这个逆反应的话 等于是这个逆反应的这个浓度 和它的反应常数呢这样乘起来 所以它这两个相减的就是它近反应的速率 如果说这个反应速率比这个反应速率快的话 这个就是正值 表示这个反应是正向的往这个方向进行 但是如果说这个这个数字比较大 这个逆向反应速率比较快的话 这个反应速率是负的 表示这个反应呢是逆向反应 往另外一个方向反应 也就是氧化反应 那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它这个 这些是它的反应速率常数 那这个是它的浓度 那这是它的近反应速率 这个近反应速率 它单位呢跟一般的化学反应不太一样 就是每单位时间它的反应速率 这是好像是一样 但是它这个是每单位面积 为什么呢 因为电化学反应是在表面上 它跟它的表面积有关系 不像我们的一般化学反应 跟它体积有关系这样子 所以我们这边除上的是单位电极的表面积 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是它基本假设说 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可逆反应 那它的反应呢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子 那在这个地方呢 电化学反应的速率呢 我们从这个反应速率可以 藉由法拉第定律呢 可以把转换变成电流 在这边来看 也就是我们从法拉第定律来看 这法拉第定律呢 也就是说这个电流呢 等于N乘上F乘上这个反应速率 这边这个N呢 就是它的荡量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 那个每一more的东西 每一more的东西反应的时候 它会有多少more的电流 牵测到里面 就是它的架速的变化 你可以想象 就是它架速变化 是它的荡量 或是你可以真正看起来就是 一more的反应物质 反应掉 那它牵涉到多少more的电子的反应 然后这F呢 就是法拉第常数 也就是一个荡量 也就是一more的电子 它有多少库仑 那就是96500库仑 所以这个N乘上F的话 这个荡量跟荡量刚好消掉 变成每一more的物质反应的话 它大概需要多少库仑的电量 所以这NF就这样子 那这个NF这样子的话 你看看下面的式子就比较明了一点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我就可以从这边呢 我这个地方两边都乘上NF 就这个地方我乘上NF 在这两边乘上F 这样子的话就变成电流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它反应速率呢 我就可以用电流来代表 那这个地方呢 它这个N乘上F的话 这个equivalent跟equivalent消掉 所以变成每more有多少库仑的 这个是NF在这边 然后这个地方是每more有多少反应掉 所以这个一消掉的话呢 more跟用more消掉 变成每秒钟有多少库仑 每秒钟有多少库仑呢 其实就是安培数 所以实际上就是安培数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真的看这个单位消掉的话 那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电流是大于0的话 就表示是氧化反应 因为电流大于0表示 这个正向反应这一块比较大 这一块比较大的话呢 就是这个反应往这个方向进行 它是还原反应 如果这个电流是负的 表示它是氧化反应 就是逆向反应 也就是这个反应的逆向反应 也就是这个东西它会被氧化掉 所以到这边呢 我们可以把一个电化学的反应速率呢 用电流来表示 那这个电流来表示就很好 因为这样子的话 我们电流就可以很容易的用电表量得到 用电表量得到我们就是随时可以观察到 这个电化学反应的速率 从前面呢 我们已经可以知道说 这个反应速率 我们可以用电流来代表 然后这个N呢 就是它的荡量 也就是1mol的这个氧化物反应的话 需要几mol的电子 这个等于是它荡量 或是1mol的这个反应物呢 产物产生了它需要多少mol的电子 这要看你的这个计量是以反应物或残物为主 这样再看 那这里呢 这个地方跟活化能之间的关系的话呢 我们就从Arenuous Equation 因为这个反应常数 其实里面就牵涉到活化能 也就是我们从这边活化能来看 这个活化能每一个反应常数呢 我们都可以写成 一个这个frequency碰撞频率 跟它这个活化能ΔG 组上R 这个是气体常数 乘上这个温度 这个温度是Kelvin 用Kelvin来做单位这样子 那这个地方呢 正向反应的反应常数 跟逆向反应的常数 它们当然不一样 所以相对的这边的活化能 也就不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正向反应 那它的活化能呢 就我们可以写成说ΔGF 这正向活化能 正向反应的活化能 乘上它的频率 这个地方 逆向反应也是一样 那逆向反应也有它的 逆向反应的活化能 这backward relation 所以我用B来代表 这是full relation 所以我用F来代表 然后这是它的频率 在这个地方 所以从图来看 从它活化能这个图来看的话呢 我们也许可以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正向反应 比如说这个氧化物 它还原变成还原物 它要克服的这个活化能 就要克服这样子一个能量屏蔽 它才能反应过去 那逆向反应的话呢 它可能要克服这样一个反应 这样子一个活化能频密 才会反应过去 但是要注意到 这个活化能大小 当然直觉感觉起来说 那这样子的话就 这个正向反应会比较快 当然直觉上是这样 但是里面还牵涉到另外一个变因 就是它碰撞频率 这个碰撞频率 也许这个负向的 可能会比较大的时候 说不定即使这个地方的活化能大 但它反应还是会过去 这要其实看它这两个之间的关系 在这边 这边只是介绍说 在这边一个可逆反应 正向跟逆向反应 它各有它的活化能 在这个地方存在 而这些活化能呢 在化学反应来讲 它是固定的 跟它反应途径有关系 就好像你爬山 你爬这座山 它的山高是这样 你要克服这样的活化能 但是呢 你可以走另外一条路 另外一条路 可能爬不同的山的时候 它的活化能就可能不一样 就好像电化学反应 或是化学反应 你有不同的反应机制的话 它的活化能可能就不一样 就像你爬山 你走不同的山路 你可要克服的山高 可能就不一样 是这样的道理 那在电化学反应里面呢 它这活化能会碰 除了反应机制不一样 它会有不同的活化能之外呢 电极的电位 也会影响到这活化能的变化 也就是说 这个电极 你改变电极电位呢 因为它这个 活化能会跟着变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看 这个电极电位 对活化能的影响 比如说在平衡状况下 我们在平衡状况就 Fy0这个时候 在这个电位下 Fy0这个电位的时候 那活化能呢 也许我们现在假设 它这个正向反应 正向反应ΔGF 跟逆向反应ΔGB呢 它都一样高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 它可能两边正负反应的数率都一样 但是呢 当我改变它的电极电位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活化能曲线呢 可能就稍微会变化 从原来这样子 一样的活化能的时候呢 它可能会变 稍微变化 变化到这个Fy1的时候呢 也许这边会提高 这个地方会掉下来 但是我们以这个地方为准 就看起来 这边就全部拉起来 这个地方我们只是把它 全部提高 变成以这个地方为基准来看 这个地方不见得是 只有这边提高 有的时候电位改变 是这个地方降下来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 这个地方活化能变小 这个地方活化能变大了 相对变高了 所以在这个电位 Fy1这个电位下面的时候呢 也许造成了正向反应的速率 变得非常快 逆向反应变得慢 变成有个近的反应 在这个地方是刚好平衡 就是没有近反应的时候 电流等于低 但这个时候电流可能会是正的 但是如果说我改变 把这个电极电位改变成另外一个电位的话 也许会造成另外一个情况 也就在Fy2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也许这个地方的电位变 拉高了以后 这边的能量拉高的时候 这个地方呢 它的活化能变小 这个地方的活化能变大 变成逆向反应的速率变快 那这样子的话呢 它这个电就会有一个近的逆反应发生 它电流就会变负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呢 从这边来看 这个电极的电位呢 就会改变它的活化能 那我们就用一个简单的一个方程式来代表 也就是说这个是在平衡状况 这是在平衡状况下的活化能 但是呢 当我现在改变一个电极电位的时候 改变这电极电位 有这个电极电位改变的时候 有多少百分比呢 是用在改变正向反应的活化能 有多少是改变逆向反应的活化能 这两个呢 加起来 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P5乘上F就是真正的 这个电极电位 加Y加这么多的活化 电位下去呢 有这么多能量给它 那有百分之多少 是改变正向反应 有多少是改变逆向反应 它这个是一个分率 这个分率呢 两个加起来是等于1 就是说加起来是百分之百这样子 它这个等于是从0到1之间的一个分率 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α呢 这个α值我们叫做 Charge Transfer Coefficient 就是电荷转移系数 那这个电荷转移系数呢 真正在从反应机制来讲的话呢 它是跟它反应途径有关系 当你用不同的触媒或不同的电解值 这个反应呢 它改变不同途径的时候 这α值 不管是αF或αB呢 它都会跟着变化 所以我们知道这样子 有这个概念以后呢 这个电极电位呢 是有这样子 对这个活化能有这样子的影响的话 我们就把这些试子 带到这Arenius Equation里面进去 看它对它的影响 所以说呢 我们从上一个 同影片呢 我们知道说 可以得到说 这个电极电位呢 会改变这个反应的活化能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原来的反应速率是这样子 就电流跟它反应常数 而这个常数呢 可以用Arenius Equation这样子呢 把这个带进去 而这里面呢 每一个的它的活化能呢 受到电极电位影响是这样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 带到这里面去带进去 所以我们结果呢 会得到说 类似像这样子的关系试试 就是说在这边呢 这个反应速率等于是N乘上F 乘上这边一大串 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 这个呢 就是原来的KF 在这个地方 等于在这边 然后这边呢 加上那个对电极电位 对它这活化能的影响 这是对正向反应的 然后这个地方 是对逆向反应的 那个影响 在这个地方呢 在目前这个地方呢 这些东西跟电位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把这个呢 Exponential minus Delta GF的这个RT呢 这一项把它移出来 跟这边混在一起 像这个呢 跟在混在一起 留下这个Exponential 这边这一项呢 分开来看 所以也就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把它 假设呢 这个地方把它拿掉 就这个地方 把它当做 一个常数来看 就这边这一块 这边这一块呢 跟乘上这个K0F 这个把它当做一个常数来看 等于是K0F 这个跟电位没有关系 我们把它当做一个常数来看 这个地方也是把解析 变成一个常数来看 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就变成一个常数 乘上一个Exponential Alpha F5 over RT 乘上这个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原来这个方程式 这边这个呢 我们透过这样子的话呢 就会变成下面 这样子一个关系式子 也就是这个I 这是法拉第定律 把这个反应速率 变成跟电流的关系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的K呢 我们从Arrhenius equation 可以带进去 但这个地方 透过刚才那个概念呢 这个电极反应 会改变它活化呢 是线性的关系的话 我把它带进去 透过这样子化减的话 我得到这样子关系 也就是这个地方呢 等于是这个地方 在平衡状况下 这个ΔGF呢 都放到这里面去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就得到一个 电流跟电位之间关系 电位呢 的改变 就会造成这边 电流的变化 这个看就电流 是变正还是变负 当这个电位呢 变得越负的时候 负负得正 这一项就变得很重要 那这个变负的话 这个就变不重要 所以这个地方呢 变成是 还原反应为主 但是当这个电极电位 变得正的时候 这个正的话 这边有个负号 所以这一项就变得不重要 那这个正的话 这一项变得很重要 这个电流就变负的 就是变成氧化反应 所以这个用电极电位呢 就一个可逆反应呢 就可以用这个事实来表示 所以说从一个简单的意思 就是说 我们这边的电化学 这边的K呢 这边K值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K值来代表 然后这个地方呢 就跟电位的关系 我们可以用这个来代替呢 直接带到这个事实里面去 就得到这样的关系 这个事实呢 我们可以进一步简化 但这个简单来讲就是 可以看到一个 还原反应跟氧化反应呢 它的一个可逆反应 它的近反应的数率 是可以用这个 它的跟它电位之间关系 可以用这个来表示 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个可以进一步简化 简化我们就叫做 所谓的Battle-Vorma equation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刚才这样子导出的一个方程式 那在这边的话 我们从那个法拉第定律 我们可以把一个可逆的化学 电化学反应呢 透过法拉第定律呢 改变成用电流来表示它的数率 然后呢 再用一般的化学的一些概念 它这个反应常数 这个K值呢 其实它跟它的活化能有关系 可以给它写成一样 像Arenian Sequential 这边等于是它活化能 这个正向跟立向反应的活化能会不一样 然后接着呢 我们再从电化学这个概念 这个电极呢 会改变这个活化能 等于是一个线性的一个关系 我这边的电极的电位改变 就改变这边的活化能 把这个概念呢 带到这里面去 带到这里面去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式子呢 可以简化呢 会得到类似像这样子的关系 至于怎么导呢 有的时候你们可以看一下参考书 或是我们在课堂上 我们可以导出来给各位看 那这个最后出来结果呢 这个叫做Bathomar Equation 这个地方会有两 就是这个电极的 这个电位呢 会跟它的这个电流呢 有这样子的关系 这个整个方程式呢 有两个参数 那一个就是I0在这边 就是这边的I0 另外一个就是Alpha F跟Alpha B在这边 但实际上是Alpha F、Alpha B呢 加起来等于E 所以说你只要知道一个 就可以推算另外一个 这个I0呢 叫做Exchanging Current Density 就是那个交换电流密度 那这个Alpha呢 就是电荷转移系数 它只要有这两个参数呢 就决定到一个电话学反应的一个特性 很多电话学反应呢 大概都是可以用这个方程式来描述它 那这个I0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就叫做 刚才讲的 这个叫做Bata Volma Equation 或简称为BV方程式 那这个呢 是刚好可以描述 在一个可逆的电话学反应的话呢 它大概可以用这个式子来表示 通常表示比如说 轻的氧化反应 或是轻的还原反应 因为它反应数率非常快 我们通常可以用这个式子来表示它 那在这里面 就是那个里面的参数 就是交换电流 跟它的那个电荷转移系数 但是交换电流代表什么意思呢 它其实意思是代表说 在平衡的时候 就是平衡电位 在平衡电位的时候 这个电流等于0 在这个平衡电位 当这个电位等于是 φR在平衡电位的时候 那这个电流等于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这两个应该是相等 因为平衡的时候 这两个相等 所以说它单向反应数率 在平衡的时候 虽然是近反应等于0 但是并不表示它 单向反应数率等于0 只是表示它 正反应跟逆反应的数率是相等 所以说你在外表上 量不出它的近反应数率 所以这个地方 它还是有它的数值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单向反应的数率呢 我们就叫做交换电流 交换电流数率 所以这个正向反应的数率 跟逆向反应数率 在它平衡电位的时候 它应该是相等的 在这边 那这个交换电流通常来讲呢 都跟它的这个电极的表面积有关系 表面积越大 这个交换电流就越大 然后这个 它这个α这些呢 前面有介绍过 这α其实是改变它的火化能 所以说这个跟它的反应机制有关系 你不同的触媒 或不同的反应机制的时候 这α就会改变 但是你电极的表面积改变的话 就是会影响到它的交换电流 所以通常我们可以用交换电流来做个指标 看这个电极的表面积 那α这个的话 看看多少跟它的电极反应机制有关系 如果是同一个反应触媒 触媒反应机制是一样的话 它这个α其实应该是一样的 那我们看这个方程式呢 它表现出来的电流跟电位的关系是什么东西 在这边一个重要就是说 这个地方我们是电位跟它平衡时候之间的一个差值 我们像给它写成这样 所以说这个等于是它的过电位 就是这个它这个电极电位 距离它平衡电位有多远 这个之间的差值我们叫做过电位 叫做over potential 所以这边呢 我们从这边来画图的话呢 我们可以给它画成这个地方 我们就是这个电极的纵轴是电流 然后这个地方呢 是它的过电位 有这两个之间相减的差值 当它等于0的时候 就等于在平衡电位下面 这个phi等于phi r 就平衡电位的时候 当这个地方的时候 这表示比较正 表示这个phi呢 比phi r大 当这个是在负的时候呢 表示这个phi呢 比phi r小 所以变成负的 那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前面这个呢 等于是这边这一条 这个这一部分呢 等于是它的那个还原反应 各位可以看到 就绿色这边这条线 所以说当这个电极电位 越负的时候 这个地方负值 这个负负得正 所以这一项就变得比较大 所以它这样就一直上去 但是当这个地方变得正的时候 也就是这个电极电位 比phi r还要大变正的时候 这变负的 所以它就往这边 几乎趋近于0 它就一直变得很0 所以是真正这个电极电位 比较影响比较大 是在这个地方 电流会比较大 这个地方它其实可以忽略掉 几乎趋近于0 相对的呢 这个电极电位比较正的时候呢 却是这样子 就是等于是氧化反应 这个电极电位比较大 就phi减去phi r 这个是正值 正值的话这一条线比较大 那这个因为有负的 这变得非常的负 所以这个就忽略掉 所以可以看到 这个就变得非常的大 在这边 也就是在这边 phi减phi r非常正的时候 这个变得很重要 那这个就可以忽略掉 这样子 那整个方程式呢 这个从这两个正 氧化跟还原反应 这两个方程式 整合起来呢 就像这样子一个方程式 所以这个它就像个s型这样子 在这个电位非常负的时候 那这个反应变得比较重要 电位非常正的时候 这个反应就变得非常重要 这就是所谓的buttable my equation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简化 只看单一个方程式 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简化 只看这边这一部分 但在中间这个地方的话 这两个都要考虑到 那这个叫做buttable my equation 对吧 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方程式 这两个都要考虑到 这个方程式 有点 但眼前感